有個問題,說到沒有信心,跟神的關係沒有信心, 而且對神說話好像不敢說出來, 其實缺乏信心是很多時候人都有的問題, 所以耶穌也說你們是小信的人, 也說過好幾次, 這是人的特色, 原因第一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,看不到神, 所以我們覺得神好像很遠, 或者我們自己不及標準, 這就是用人的角度看神, 是容易,會沒有信心的, 但是聖天告訴我, 神答應了一定做, 祂是愛我們,祝福我們, 祂不是難找到的,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, 因為很多人覺得很難去到神那裡, 我又不夠資格, 我不夠好, 這是普通人的想法, 普通人是會這樣想的, 無論什麼關係都會, 甚至父母是對我們最多愛, 很多人都會說, 唉,我爸爸媽媽都不疼我, 都是覺得我不好, 就算幾個, 最疼的人都會覺得, 唉,我都是, 爸爸媽媽雖然對我好, 不過其實心裡都覺得我不夠好, 不夠好就是這樣, 人會在人的關係, 譬如夫妻都會覺得, 拍拖, 周時都會聽到, 你都不理我, 你不理我, 你都不記得我, 這些說話是有的, 人對於別人是沒有什麼信心的, 但是, 神為什麼和人不同呢, 就是祂是必定愛我們, 這件事是很不同的,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像神那樣, 祂必定愛我們, 必定祝福我們, 必定接立我們, 必定幫我們, 這件事是聖經經常說的, 以及我們經歷到, 怎樣經歷到呢, 你一祈禱, 神不會說, 今次我不理你, 今次我不幫你了, 我沒有空幫你了, 你太頑皮了, 我不理你了, 神不會這樣, 神是, 其實是神感動我們先的, 所以, 其實, 如果說這麼多東西和神關係, 最容易是信心, 因為為什麼呢, 你知道祂是這樣, 你就是相信祂是這樣, 那你就有信心了, 所以我用很簡單的定然信心, 就是, 神做事我放心, 祂做事我放心, 神是怎樣我放心, 因為祂說了是這樣, 祂一定做的, 祂說了愛我們, 很多基督徒都很軟弱, 都是不聽神的話, 但神依然沒有揭起他們, 沒有丟下他們, 所以, 是很肯定的, 和神的關係, 問題在哪裡呢, 關係在哪裡呢, 就是我們有罪而不悔改, 我們有軟弱, 又不肯去親近神, 又不肯去靠耶穌, 這些就造成問題, 就是問題不在神那裡, 而是我們不肯去悔改, 不肯去親近神, 所以當我們覺得沒有信心, 就告訴自己, 聖經說了, 神是一樣寬理我的, 一樣喜歡我的, 就算我覺得祂不喜歡我, 其實祂在喜歡我的, 我就接納祂, 於是我的心就很輕鬆了, 很深信祂在愛我, 祂定義祝福我的, 祂在我身邊有奇妙計劃, 這些就會幫助我們, 對神有一個堅定的信心, 如果我形容, 我形容就是, 神和我們的關係, 就好像什麼呢, 好像某人, 有一個男朋友, 有一個女朋友, 而這個人呢, 永遠都很愛他的, 愛到他不得了的, 譬如, 假設那位是一個王子, 有一個王子很喜歡一個人, 喜歡到他不得了, 很愛他, 但這個人呢, 就經常都說, 唉, 我出身那麼卑微, 王子怎會喜歡我, 但王子告訴他很多次, 我真的很愛你, 我體重你, 我接納你, 沒有問題的, 但那個人呢, 經常都說, 我出身卑微, 你不會真的愛我的, 那是他的問題, 但王子不斷用方法告訴他, 這個人可能經過一段時間, 就會改變, 但有些人, 他真的很久都不肯改變, 經常都覺得, 我自己不配, 所以, 那個人對我不好, 那麼, 我們跟神關係,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, 這個王子真的不斷愛, 神是不斷愛我們的, 就算我們做得不好, 只要我們悔改就可以了, 我們失敗, 只要我們, 求耶穌幫助我們, 親人神, 即是信靠親人, 和遵從神, 神一定會發誓祝福的, 那這個呢, 就會令到我們有信心, 所以, 和神關係第一, 是信心先, 先到親近, 為什麼呢? 你沒有信心, 每天親近, 每天都祈禱, 啊, 神來幫我, 有些人祈禱, 是可以沒有信心的, 神啊,你快點去幫我, 我很慘啊, 我真的病得很辛苦, 快點,快點,快點, 其實是沒有信心的, 他覺得, 很不行啊, 所以, 我們祈禱可以說, 神啊, 我知道你已經知道了我的問題, 你關心我, 你祝福我, 是我欠佛信心, 你幫我, 有堅定信心, 相信你一定愛我的, 所以呢, 我們祝神, 所有神做過的事, 我們還未親近神, 神已經感動我們親近他, 我們不聽話, 神又感動我們, 我們犯罪神又感動我們, 當我們親近他, 他又一定祝福我們, 又加力量我們, 我們聽他說, 他又一定凡事祝福, 那這個呢, 就會加添我們的信心, 這些經驗, 曾經試過幾多次, 神幫我們, 以及幾多次, 神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幫助我們, 我們就觸實這些, 觸實聖經的應許, 即將這些生活的幫助, 以及聖經的應許, 放在一起, 神說了, 他真的做, 所以我以後都相信, 神一定會幫我的, 這樣就會有堅定的信心, 有了堅定的信心, 然後親近神才有意思, 當然, 你沒有信心, 你親近神一樣好, 神會做功的, 但你就會, 事倍功半, 有些人祈禱, 祈禱很久都沒有信心, 覺得還未達到, 那時候, 祈禱很久的果效不強, 但他有信心, 耶穌現在在愛我, 所以他很輕鬆, 一祈禱就說, 耶穌現在愛我, 祝福我, 那人就會很慶幸, 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, 說到有一個人, 他很欣賠一個屬靈的偉人, 他就說, 這個屬靈偉人, 我真的要看他如何親近神, 他就躲在一個房間, 看他如何靈修, 看到他在靈修祈禱, 看聖經, 最後他就, 這個人就, 一聲嘆氣, 啊, 阿爸父, 那樣, 這個, 就是, 偷偷地, 躲在一個房間, 就覺得很感動, 覺得, 哇, 真的好, 這個人跟天父好像阿爸父, 我聽到, 我覺得是好的, 起碼這個人是有這種關係, 但我覺得, 為何不是一開始, 為何要祈禱親近神, 好像自己做夠了, 才是阿爸父呢, 為何一開始, 阿爸父又來了, 你都有人, 真是天父, 親近神就應該是這樣的, 這樣的時候, 就會很不同, 我不否定這個人, 其實跟神一定有好的關係, 但我說, 由這件事顯出, 我們的信心, 不是要等我們做好的時候, 才開始有, 是你未做好的時候, 你就已經知道, 神在愛你, 那你就會經常覺得, 神好, 第一, 就算我們犯了罪, 我們就說, 神, 你是卸臉罪人的, 所以我立即親近你, 我就知道你一定卸臉, 我求主卸臉, 一定卸臉的, 我有疏遠你, 我立即親近你, 你一定聽我祈禱的, 我有軟弱, 我立即求你幫我, 你一定加力量給我, 就算我做得不夠好, 在你來說, 只要我依靠你, 你一定會歡喜, 這就是信心, 有什麼人影響我, 不要緊的, 神一定會保護我的, 有什麼邪靈搞我, 不要緊的, 神一定會把他滾走的, 這全都是信心, 就是相信我們的神, 好到不得了, 好到家靈一,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心態, 所以我經常祈禱, 我一祈禱就已經入了, 耶穌真好, 不是我們的功夫, 神就是這樣的, 這就是信心的很重要基礎, 就是認識神是怎樣, 接受神是怎樣, 歡喜神是怎樣, 享受神是怎樣, 一起說, 跟我們說一次, 相信神是怎樣, 首先是知道神是怎樣, 由聖經來知道, 又相信神是怎樣, 神是怎樣愛我們的, 又記得神是怎樣, 又感謝神是怎樣, 又享受神是怎樣, 又享受神是怎樣, 又經常來到神面前, 很放心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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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知道祂一定親近我們, 就放心了, 這就是每天都有信心, 大家覺得難不難, 信心難不難? 其實是不難的, 為什麼呢? 其實本身有的, 因為對方是這麼好, 你根本不是我們做什麼, 是祂這麼好, 所以信心不是我們多好, 是祂好, 但有些人錯誤的信心觀, 就是, 我要加添我的信心, 我的信心不夠, 我要祈禱到, 我的信心很大, 他覺得他撐起他的信心, 其實信心不是撐起的, 只是說, 神是這麼好, 我就信得過祂, 我知道祂是這麼好, 所以我就放心了, 放鬆了, 大家拿不拿到? 這樣的觀念的時候, 這個都是聖經觀念的, 你未求已先, 神已經知道了, 不是自己的力量, 是神的力量給你, 是, 不是自己的力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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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們賺回來, 是神怎麼對我們好, 這一樣的, 明白這個信心, 是會改變你整個熟練生命, 還有, 對於任何事, 譬如什麼事發生, 我都說, 有什麼事發生, 如果我做錯, 我求主射臉, 但不要緊, 神一定幫我開出路, 但我當然, 我不是故意做多麻煩給神, 但總之有什麼做錯, 我求主射臉, 我立即去改善, 有什麼困難, 神已經知道了, 神一定會開路, 神為愛他的人, 預備的是, 眼睛未能看見, 耳朵未曾聽見, 人心未曾想過, 是好得不得了, 所以我什麼都不用擔心, 這樣的時候, 你有什麼事發生, 你整個人又輕鬆, 又提升, 有什麼事發生, 又不重要, 神一定會開路, 並且, 我的生命可以一路一路提升, 因為神定義要提升我, 所以我們對神也有這個, 有這個, 很放鬆的信心, 難不難, 你覺得, 難不難, 如果沒有挫折, 沒有疾病, 那就容易, 但是你有挫折, 好像有些事發生了, 影響你的心情, 你就會難一點, 是的, 這個呢, 的確都會是, 所以信心呢, 就是在困難的時候, 更加需要應用出來, 我現在很困難, 不過神知道, 因為你未求以先, 神已經知道, 神定義幫我, 神有奇妙的計劃, 奇妙的計劃, 不是祂給你一些不好的東西, 而是在困難中, 神會幫我們, 這就是計劃, 有些人, 我曾經聽過人說, 我不信神有計劃, 他說, 為何我會離婚, 為何神教會我離婚, 不是神教會他離婚, 離婚是因為人的罪人的問題, 但是神就會在他的離婚, 都會計劃祝福他, 即, 祝福是神, 定義在我們有困難的時候幫我們, 其實我也試過有困難, 但我每天都告訴自己, 神有出路, 神定義一定幫我的, 神一定開路, 在我的困難日子, 每天都宣告, 每天都, Hallelujah, 我可以興省, 在這個狀況, 一步一步, 越來越鬆了, 這個真的要操練, 在困難中, 相信神的恩典, 那你在困難中, 如何加強信心呢? 你就記得神如何幫你, 我就相信這次神會幫我, 第二, 當你一親近神, 覺得神的平安來到, 立刻就說, 神都來幫我, 他在聽我的祈禱, 總之你將以往的, 和現在的經歷, 都一直記住, 在困難中, 神幫了一步, 立刻他會幫第二步, 所以我又更加有信心, 時時都是, 所有的事情都記住, 神的好地方, 有些人說, 是的, 你只是數好, 那些不好, 你又說是人的問題, 你又不是神的問題, 因為不好的, 的確是人的罪產生, 不是神製造的,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說, 離婚又賴神, 是自己和丈夫和妻子, 處理不了又說是神, 這是人的問題, 所以我們就, 不要把那些不好的東西, 就叫到神那裡, 因為神是祝福人的, 雖然聖經有說到, 神會管教和懲罰, 但是管教懲罰都是出於好意的, 所以就算做得不好, 神一定幫我, 這個幾困難, 其實我試過很困難的時候, 很困難的時候, 但是, 神是日日信靠他, 這就是神幫助我, 加添我的信心, 每一次經歷神, 我都記神, 所有以往做的事, 我都記神, 我就知道神是真是很信神, 所以我以後都不擔心, 這是由困難中操練出來, 以致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, 如果有一天, 世界每日之前, 困難, 我得吃, 我得住, 住在山洞, 住在樹蔭下, 但是我都說, 不要緊, 有多久的日子, 不要緊, 受多少苦, 譬如被人打, 不要緊, 有一天會上天堂, 總之我相信他一定會祝福我, 總之我便拔住他, 我已經預算了, 有一天被人打, 甚至被人殺死, 被人折磨, 或者是沒有東西吃, 甚至有病, 很嚴重的病, 不要緊的, 我就依靠耶穌, 如果好回來, 又好回來, 感謝神, 不要好回來, 不要緊, 那就快點見耶穌, 就算痛緊, 一直在祈禱, 又會有平安, 又舒服輕鬆, 我又感謝神, 我是決意這樣, 當然, 有些人說, 你都未去到最高的考驗, 你看你去到最高的考驗, 被恐怖分子折磨你, 看你去到最高的考驗, 我們都會說, 不是我們救靈, 是我們依靠神, 我知道神在那陣, 他會知道, 和聖經說了, 你到時候, 你不用想說什麼, 因為聖靈會指教你說什麼, 所以到時候, 更加神會幫我去面對這些問題, 這就是由我們平常生活, 建立到的信心, 預備將來有困難的日子, 什麼時候都有這個信心, 每次十分之一, 最好的功夫 要請教師教師教師看著, 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